500台挖掘机和2万人工人同时开工 中国在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建了一座城市 4年后现场首次曝光 彻底轰动全球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在沙漠中实现建城市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在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马干沙漠深处 有一座建在了沙漠中的小城 里面生活着2万人 方圆及百公里都是起伏的沙丘 荒芜人烟 唯有这片小小的城镇 孤独的屹立在沙漠腹地 塔克拉马干沙漠位于新疆南部 面积达到了33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三个江苏省 是我国最大的沙漠 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 它在维雨中是近得去 出不来的意思 被形容为死亡之海 在世界各大沙漠中 塔克拉马干沙漠是最神秘 最具有诱惑力的一个 整个沙漠东西长约1000公里 南北宽约400公里 这里沙丘绵延 每当有狂风吹来 黄沙漫天 沙丘随风移动 堆积成巨大的沙山 一条条各种形状的沙山高度 可达200到300米 变幻莫测 沙漠里极度干旱 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 而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500到3400毫米 夏季最高温度可达40度 而夜晚可能会降到零度 就是在这环境如此恶劣的不毛之地 我国却在沙漠中央建了一座小城 可谓是一个奇迹 这个小城它叫塔中镇 意思很好理解 就是塔克拉马干沙漠中心 是我国唯一的沙漠城镇 隶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浅墨县管辖 距离浅墨县城约200公里 塔中镇的建筑面积并不大 因为塔中镇周边300公里范围被黄沙覆盖 从民封县沿着沙漠公路一路向北 放眼望去公路两边都是无边无际的沙漠 除此之外 再也看不到其他的景色 更没有人烟 只有一条笔直的公路深向沙漠深处 两侧是带状的黄沪林 直到天际 车辆在沙漠中行驶了250多公里后 终于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城镇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塔中 在周围巨大沙丘包裹之下 这个小镇给人感觉很不真实 如同海市蜃楼一般 好像随时都会从眼前消失一样 虽然现在塔中镇的常住人口有两万人左右 但是有90%左右都是流动人口 只有约2000人在塔中镇生活 其中为乌尔族 汉族 回族等少数民族占据了大部分 那么为何我国要在这环境恶劣的沙漠里 建造一座城镇呢 为何全镇90%左右都是流动人口 其实塔中镇是因石油而生 虽然塔克拉玛看沙漠地表一片荒芜 然而地下却蕴藏着丰富的石油 这就是中国的塔中油田 也正是这个大油田 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作者汇聚于此 使得这里逐渐成了一座热闹的石油小城 2019年7月 新疆从解墨县画出部分区域设立塔中镇 当时中国派出了500台挖掘机和2万名工人 来打造这座沙漠城市 现如今这里已生活着近2万人 镇上住有重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等多家石油企业 塔中的设立也是为了服务油田 镇上的人口几乎都和油田有关 塔中石油人每年向祖国奉献石油军在百万吨以上 夜晚的油井径悄悄地矗立在沙漠中 昨夜区的点点灯火给这片沉寂的死亡之海带来了些许生机 石油人远离故乡 来到荒凉的西北大漠 忍受着孤独和寂寞 默默地奉献自己的青春 如今地处沙漠腹地的塔中油田 已向全国各地输送了1600万吨以上原油 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这一条条奇迹般沙漠公路 也因为沙漠石油资源开发 进行了大力建设 这片人类禁区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资源聚宝盆 塔中的路上有个油田标语排很显眼 只有荒凉的沙漠 没有荒凉的人生 体现了石油工人大无味的奉献精神 小镇全长野减二 三百米 主要是为过往的石油工人 货运司机以及游客提供食素 加油等各项服务 镇中有中国唯一设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加油站 叫做沙漠加油站 名字很贴切 这个小镇可以说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有效保证了来往人员的正常生活 不过通常来看 如此小的规模根本算不上城镇 但是这里却是塔中镇人口聚集的重要场所之一 沙漠公路的一侧有几栋二层小楼 街上有几个川菜馆 还有一家东北饺子馆 有几家设施简陋的小旅馆 供来往的货车司机和偶尔列吉的旅客住宿 还有几家便利店 虽然价格要稍微贵上那么一点 不过在这沙漠深处也说的过去 小镇边缘的一排平房是一些汽车修理店 供来往的货车司机们换台打气以及维修服务 沙漠公路另外一边的房子很少 种满了树木 不像别的小镇 楼房建在路两边 这是塔中镇比较特殊的地方 其实是与塔中镇所处的环境有关 这里是沙漠腹地 沙漠流动大 防沙制沙是首要任务 如果没有防护林的阻隔 风沙可能就早就把公路吞没了 可能有人要问了 塔中的生活用水是怎么解决的呢 在沙漠公路两侧的防护林中不多远 你就会发现道路旁会有两三间房屋 这其实是一座座的水景 而这些水景就是未公路旁的防护林服务的 虽然沙漠中地表干旱 但幸运的是多条内流和注入沙漠腹地 形成丰富的地下水 在这条522公里的沙漠公路上 共有110个水景房 每隔3到4公里就有一口井 抽出来的水使用滴灌的技术 用来交互这些防护林 以阻挡沙漠向公路靠近 另一部分用于城镇的居民用水 事实上 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绿化工程都是一个奇迹 因为这个沙漠会被冠以那些可怕的外号 也确实是因为它恶劣的生存环境 和蒲天盖地的封沙 我国在早在1994年的时候就已经对于沙漠问题开始着手解决 历经数十年 共同有约20多个科研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参与了这项工程当中 才获得了堪称奇迹的沙漠公路 在最初人们勘测出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下丰富的石油资源的时候 人们都泛起了难 因为沙漠环境着实恶劣 但是这样的资源也不能单瞪着眼浪费吧 那就修建一条可以运输的公路呗 但是人们很快就再次陷入了思考 怎样能够让公路不被封杀所掩埋呢 人们经过无数次的誓言 最终决定用绿化带来保护这条特殊的公路 于是人们说干就干 从1994年到205年 花费无数心血修建了可以遮蔽封杀的绿化带 光是沙漠的土地无法很好地养活一些植物 所以他们把干草编成一个有一个的方格 万元顺着公路一路铺过去 铺好之后 再用土工布立在草方格与草方格之间 形成一个个的隔断 最后再把植物和树木种植进去 这条绿化带长约436公里 宽约72到78米 贯穿沙漠南北 在沙漠两旁建立起于自然对抗的 沙漠绿色走廊的防沙固沙带 而这些奇迹般的绿化带维护起来 也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大约每年都要耗费约55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 对他们展开浇灌工作 而且沿途都会有指手人员 专门负责维护和浇灌这些林木 也正是因为这些耗资极大的资源 这些可爱的人 我国的这一沙漠绿化壮举 也在一次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夸赞 如今新疆也开通了首趟环塔里木盆地旅游专列 许多游客也已经按捺不住想要去游玩了 往日的不可能成为如今的可能 如今塔里木盆地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交通复杂交错 我们也充分见证了祖国的发展与努力 我们也始终坚信 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在这片沙漠上 我们看见了曾经的不可能一点点变成了可能 又变成了如今我们所亲眼见证的事实 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不依赖于我国的进步 工作人员默默无闻 十年如一日的奋斗 以及我国越来越多的人才输入 现如今我国在基建方面的实力有目共睹 如今以遥遥领先为全球第一 每年在基建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更加快捷便利的生活环境 能在沙漠中建立起一座小城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塔中镇可以说是有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